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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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星野 那麼今天的話呢 要來跟各位聊聊這個 日向之角色 那其實我是滿久沒有 拍碧蘭的影片 那這邊也跟各位做個道歉 就是我算是滿久沒有拍碧蘭的影片 不過最近活動 可能也沒有特別多打啦 就是有時間的時候 才能拍碧蘭的影片 然後目前我現在好像都以公連為主 那就請各位多多見諒啦 好那今天要講的是日向之角色 日向之角色呢 很多人都在這一次活動開了之後 出了改造之後 開始思考到底要不要改造 那要改的話呢是要半改 還是全改 那我個人可以給你推薦喔 如果你只有一隻的話 那我滿推薦你直接全改的 那如果你有兩隻的話 那當然不用說啊 一隻全改 一隻半改 兩種形態都留好留滿 那如果像我一樣只有一隻的話 那我個人是滿推薦全改的 因為全改的話 它增加了防空和航空的能力 所以它的能力值也算是滿大幅的上升 再加上全改了之後呢 你可以拿到這個 格鬥砲術 格鬥砲術呢 它的技能效果還不錯啦我覺得 開場10秒以後呢 當敵方進入防衛射程的時候 發動一輪彈幕 然後並且10秒冷卻 也就是說呢 它可以更有效的去預防一些 來不及處理掉的自爆船 再加上它這個東西呢 它是會射兩發的 我不太確定是不是等級的問題啊 就是應該是等級的問題 就是我現在L8 Level8的話 它會射兩發 所以一發會射在那個 進入防衛射程的那個 然後另一發會直接往前面 的那個敵方的艦船去射 所以那個傷害是滿高的 那個傷害其實是真的滿高的 所以這個東西在自律的時候 也有非常大的幫助喔 就是避免呢 就是有一些船 它到後面然後呢 你來不及把它射死的話 就會對後方的艦船造成 還滿大的傷害 不過這就非常有幫助 就是可以直接把它射爆這樣 所以我覺得我個人是推薦全改啦 因為全改的話後面 從近代化改造後面呢 還有強化很多能力值 你如果不全改的話 其實這個強化能力值也是滿虧的 也是虧到了 也是虧到不少 也是虧到不少 那這邊的話呢 近代化改造這個航戰喔 航戰這邊也跟各位提一下喔 就是改造之後 它主砲底座會少一個 然後主砲效率提高25% 然後副武器會變成水增 水增 那有水增的話呢 它可以進行空中支援 所以為什麼我會說全改呢 另一個理由就是因為 它的水增 是有點類似 可以進行空中支援 所以有點類似什麼 轟炸機還是什麼的 對 那它這個水增呢 因為可以進行空中支援 所以 它就 有一個很強的點 就是它在自律的時候 一樣是自律的時候 就是 會更輕鬆的 可以穩定的過關 因為空中支援會把整個場面的彈幕去做一個清除嘛 那所以 這樣的話 你在自律的時候也不用擔心 就是 後面的光卡可能會有非常非常多的彈幕 那你就不用擔心這個彈幕的問題 因為你多了一次的空中支援 對 所以其實日向在改了之後也是非常強勢的 那主砲的部分呢 基本上我個人還是用410點裝砲 那其實這個就很好用了 不過也有很多其他的替代品啦 對 那水增的部分 目前 到日服也指出了兩個水增 然後目前台服只有瑞雲 目前台服只有瑞雲 可以用 好 那再來防空砲的話也是 我是裝這個 雙連裝40mm 波弗斯STAAG 好長 這個防空砲呢 是科研的裝備 那這個防空砲呢 為什麼我給它裝 是因為它的防空在改造 在全改之後它的防空大幅上升 然後再加上配上這一個防空 防空砲 我覺得它的防空能力會變得非常高 非常高 對 那設備的部分為什麼會放SG跟維修 只是因為我平常用日向在做道中 然後推圖的時候會用到SG 所以我就先這樣擺 那SG的話你可以換成什麼高性能的 你可以換成什麼 這個啊 啊不是高性能多機 高性能火控 對高性能火控 那高性能火控 目前是可以捐組裝 所以我就沒有特別換 那你也可以換成高性能火控 增加命中還有非常多的炮擊能力 其實日向在全改之後它炮擊也不會落於人下 所以它真的算是非常非常強 我個人是推薦你如果只有一隻你可以直接全改 沒有問題 好啦那以上就是我對日向這隻角色的簡單介紹 以及判斷要不要改造的一些小小推薦啦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按下訂閱、訂閱、按鈴、按鈴、按鈴 就可以隨時收到我的最新消息 我是星夜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啦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